他想听的时候他就凝视你 很冷酷的凝视你 你问他事情他不愿意回避的 他不愿意回答的 他就一味的就是回避你 然后你不知道他下一秒钟要做什么 一谈到郑杰 台北市议员易小薇直说他很可怕 辅导死刑犯20年经验中 郑杰是他少数带警报器才敢辅导的死刑犯 这很坦然说他绝对不后悔 还跟我比了一个姿势 应小薇提到三次辅导郑杰 第一次郑杰在设防排好桌椅 等大家坐定后乖乖上课 但第二次应小薇当面问你后悔杀人吗 郑杰确实回说毫不后悔 还有郑杰因为违规被移到犯则房 人认为没有错 反而觉得应该检讨规定 一言一行似乎从未认知犯过错 还有这位被称为监狱先生 叫化过两百多个死刑犯的牧师 黄明镇也是头一次碰到如此冷血顽强的人 到我现在为止还没有觉得 他有那个受教的那个真正的诚信 但是我辅导了两百多个死刑犯 我还没有碰到这样的人 那我们想要关心他 跟他谈天堂 天堂我没有看到 可能谈耶稣耶稣我没有看到 地狱我没有看到 回忆政杰在狱中 曾透露过去每天至少打网络游戏 17个小时 言怕恐怕就是因为长期沉迷网络世界 导致脱离现实 甚至对人的关心感到反胃 我以为说他因为犯案越多 就杀的人越多的时候 会像网络里边的那个东西 你杀的人越多 最后你被杀的机会就越大 牧师也表示对身边的人多点关心 减少犯罪资深 但症结的冷血 已经造成被害者家庭和社会 很深很深的伤痛 记者线外相李文科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